可下一秒,一个面具男出现,将他活活刺死 无论他如何痛苦的哀嚎,屋内的聋哑人都没有察觉 发觉这一点后,面具男决定要好好享受下戏耍猎物的快感 曼迪是个聋哑作家,她为了远离都市生活,一个人在郊区居住 只养了一只猫,她写的小说非常畅销 有些粉丝时不时就会上门拜访 这天来的是一个叫沙拉的女孩,两人早已是好朋友 虽然曼迪也懂淳语,但沙拉还是特地学了手语,想要跟曼迪更加亲密 他们聊得正欢,沙拉突然被打雷般的警报声所惊扰到 原来是曼迪家的火警,她刚刚正在做饭,烤箱里的东西早变成煤炭了 为了让听不见的曼迪也能在危险发生时及时察觉 她家的警报及声音震动和闪光于一体,动静非常大 送别沙拉后,曼迪一个人在家想着小说的心思路,然后开始收拾紧屋子 只是她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友沙拉竟然就在自己身后 被一个面具男活活捅死,自己却完全没有察觉 屋外的面具男是个杀人变态狂 当她发现曼迪是这样难得一遇的猎物后 她决定在杀她前必须好好享受下玩弄猎物的乐趣 这个女人正在马自,突然后面的门被打开 一个面具男默默出现在她身后 她拿出一把刀,站了一会儿后又默默收了回去 这时曼迪受到了一个视频请求 面具男赶紧闪到一边 这期间,面具男悄悄拿走了曼迪的手机 聊完天后,曼迪准备去喂猫 找了半天都没找着 回到沙发上时,她突然在电脑上收到了自己手机发来的消息 那竟然全是自己的照片 她战战兢兢地躲到门前 一个白色面具男就站在门口 曼迪赶紧锁上了门 而面具男却不慌不忙 她把屋子绕了一圈,引导着曼迪把所有门窗都上了锁 是的,这样才不会让猎杀游戏太过无聊 曼迪没有手机,于是想要电脑报警 但面具男也在外边切断了电源 随后又当着曼迪的面,把他的车胎一一扎破 曼迪想求他放过自己 于是用口红在门上留下文字 说他不会说出去,也没看到你的脸 而且他男友快来了 看完后,面具男索性脱下面具 他在之前曼迪视频时就知道了 他是一个人住这儿的 有男友当借口恐吓没用 他随时都能进去叫曼迪杀死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还没小说够呢 长夜漫漫,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就像被困在笼中的兔子 外面有只老虎,这虎视眈眈的 看这只小白兔究竟会怎么挣扎呢 屋内一片漆黑 这个龙牙女人拿了两把刀防身 小心翼翼地躲起一个房间 并把门给堵住 突然从旁边的窗户传来敲窗的动静 他慢慢朝那边看去 敲窗的居然是一具满脸鲜血的尸体 原来这是面具男一个恶趣味的玩笑 曼迪被吓傻了 他离开房间,双腿发软,坐倒在地上哭了出来 但求生的本能却使着他做了一切尝试 比如开启车的警报功能 或者是去拿窗外好友尸体兜里的手机 又或者是趁面具男去别的包围时 小小溜出来躲进屋底下 但全都失败了 曼迪还被面具男射伤 但他却弄到了面具男的弓弩 只不过身为一个负了伤的弱女子 他连给弓弩上闲的力气都没有 面具男在窗外看着,并没有过于在意 这时沙拉的男友转上门来 女友一直没有回去 曼迪的电话又打不通 所以他才过来查看情况 面对这个比自己要强壮的多的男人 面具男没有轻取妄动 而是假扮成警察进行周旋 只不过沙拉男友也很敏锐 发现了事情不对劲 但曼迪在屋内因为担心他被偷袭 疯狂拍打着门 导致沙拉男友分心 而被面具男划开了喉咙 但受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 沙拉男友靠最后一口气 限制住了面具男并让曼迪快逃 但曼迪却在脑海中模拟了逃跑的各种结局 一个受伤的女人 面对一个各方面都优于他的男人 怎么样都是个死 如果想活命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将对方杀死 摆脱掉伤了男友后 面具男累得抽起了烟 正好曼迪的猫回来了 他准备一刀截过他 没想到下手前就挨了一剑 原来是曼迪给弩烧好了闲 只不过没有击中要害 于是他又往屋里逃 却意外掉落了一根剑 想把他拿回来 却被面具男抢现一步 用门夹住了手 他使劲踩着曼迪露在外面的手 断了好几根指头再放回去 曼迪锁好了门 躺在地上疼得死去活来 下一刻他却站起身来 看着面前的人渣 用血在门上写下 有种就来杀我 懦夫 这下直接把面具男气着了 他拿起锤子开始砸门 而曼迪则是爬到电脑前 留下面具男的外貌特征以及遗书 自己将战斗到死 他坐在地板上假装虚弱 面具男毫无防备来到面前 被喷了一脸的胡椒水 曼迪拿起他那加强版的警报器 意图折磨对方的耳朵 但他还是被摔在了地上 面具男起到他身上 狠狠揍了他一顿 并想直接掐死他 在挣扎的过程中 曼迪的脑海里闪烁起回忆的走马灯 可他的手却意外捡到了一个启评器 他毫不犹豫将它插入对方的脖子 喷了好几次血后 面具男终于倒下了 曼迪拿回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这部电影叫做《无声夜》 龙雅人女主对抗电台杀人狂 属实卸头满满 整部影片气氛渲染非常到位 让人看得忍不住捏一把冷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没事别一个人注意外 更不要有不锁门窗的坏习惯 女主之所以能赢 其实也跟面具男前妻的放水有很大关系 这里只能提醒各位观众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一旦